小姑子要带全家游棉北 我的小姑子是个炫耀精 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后 就说五一节他男朋友要带我们去棉北玩 我觉得棉北不安全 便提醒了大家 他说我是嫉妒他找了个有钱的男人 不想让他嫁好人家 还说我这个儿媳妇 不想让两个老人见识面 公婆生气打了我 老公也不帮我 无奈我只能把他们的护照藏起来 后来他们没去城 男人也跟他说分手 小姑子恨上了我 联合公婆把我迫害送到了棉北 在那边我遭受折磨而死 再睁眼我回到了他们要出发去棉北的前一天 小姑子弄骂我 那你就别去啊 不知道享福的东西 我笑了 行那你们一家子去享福吧 三十一厅的房子里 十多个大妈坐在沙发上 嘻嘻嚷嚷的嗑瓜子 几百块的车梨子也随便吃 而被他们簇拥着的妇人脸上很是得意 哎呦老吴 我真是太羡慕你了 有这么个漂亮的闺女还带你出国玩 是啊 谁说非得生儿子的 这闺女不也疼爹娘吗 一找到男朋友 就让她带你们两老出国 是不是要办护照啊 我看着手机显示的时间 听着他们的话才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马上午一节炫耀惊小姑子对小区的大妈们说 他男朋友要带他们一家出国玩 还说他男朋友给弟买了新手机 就连这几百块一斤的车梨子都给他买了三箱 所以大妈们就追上门来吃车梨子了 顺道打听他们出国的事 他们都在羡慕 而我却高兴自己重生了 上辈子在园区遭受的痛苦 他们也该去受一遍 他们不是想去棉北玩吗 那就去吧 反正我阻止不了 小姑子嘲讽的声音响起 是啊 不像有些人 还说国外不安全 呵呵 就是不想让我爸妈出去长见识 众人看向了我 就连在削苹果的老公也面色不悦 因为他也想出国看看 村里就他一个人出国国 回来跟兄弟们喝酒 不就有得吹了 我看着他们 有几分迟疑 很多国家确实不安全 特别是东南亚 小姑子立马站起身怒骂我 那你就别去啊 不知道享福的东西 我点点头 行 那你们一家子去享福吧 我就不去了 我也是做戏做全套 到时候出什么事 大家都可以证明 我可是提醒了他们的 是他们不听我的话 当然 我也知道他们不会听 果然 小姑子脸上都是嘲讽 几个大妈缓解着尴尬 我婆婆和公公 却不怎么高兴 好像我的回答 丢了他们的脸 我老公也眼睛冒火地盯着我 而此刻的 我已经不在乎了 重活一世 我要远离这些人 我要好好活着 和田东明结婚一年 我才知道 从狼窝跳进虎穴 是什么感觉 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好 三岁时 在弟弟上初中的时候 我就被迫辍学打工 赚的钱都得寄回家 如果不寄 父亲就会报警说我失踪 等警察找到我的厂里来 他就会打我 骂我忘恩负义 还不如养一条狗 我几乎无处可逃 在所有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但是在这样的压力下 我还是存了自己的小金库 28岁的我 在所有人道德谴责下 嫁给了邻村的田东明 他因为家里穷 给不起其他人家的高昂彩礼 只能用两块田地 换一个媳妇 而我父亲 确实也去那两块田地 说是留着给我弟起新房子 我看他人老实 也肯干活 就嫁给了他 我嫁到了这里 心想终于脱离了 那个吸血家庭 我和田东明出去打工 因为机遇 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 买了这套三十一亭 全家搬到了城里 而我们在这一年里 也开了一个小小的服装加工厂 我在网络上直播卖货 靠着这些年打工的经验 一点点的好了起来 但是我的小姑子 却不是一个好相处的 他眼高于顶 因为长得漂亮 他说自己要嫁给有钱人 做总裁夫人 甚至几经迷惑到 要怀上总裁的肿带球跑的程度了 但是他又着实让这个家鸡犬不宁 他不做饭不洗碗 不打扫 我都不说什么 他还喜欢挑拨 我和婆婆 还有丈夫的关系 我丈夫也是一个很迷惑的人 娶了席龟以后 突然知道母亲的不容易了 我从城里累死累活的回来 他们母女在家里拍抖音 他却骂我为什么不做饭 说他妈一个人做不容易 我当时就回对了 我没跟你结婚前 你妈一个人伺候你全家 你不知道她的不容易 现在结婚了 知道她不容易了 你搞清楚 你妈的不容易不是我造成的 是你们这群巨鹰造成的 当天 我公公生气的摔了茶杯 我直接进了房间 房子是我和丈夫的 我可不会滚出去 要滚也是他们滚 我婆婆在客厅骂得很难听 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叫得比公鸡还响亮 小姑子也一唱一喝 可不是吗 你以为你有多厉害呀 要不是我哥 你能喂上这么大的房子 你还敢凶我们 你搞清楚 你才是那个外人 没妈教的东西 不会生我哥 就找别人来生 想给我哥生孩子的女人 从这里排到万达广场 我冲了出去 揪着她就打了一顿 不想忍了 就像以前 我跟我后妈打架一样 没有人向着我 公公婆婆全脚相加 老公也给了我两脚 说我不尊重她的父母 若不是邻居 听到动静来拉架 也许我就被打死 在那个夜晚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喂在场里 丈夫哄了我几次 公公婆婆也来跟我道歉 我虽然心里记恨 但是知道现在离婚 我什么也得不到 连娘嫁都回不去 只能先记下 再次回家是昨天 小姑子找了一个男朋友 说家住汤城一品 出门都开劳斯莱斯 还把人领家里来了 那个男人长相帅气 对小姑子也无微不至 在家里还会做菜洗碗 气氛到了以后 他才说 五一节带我们全家去缅甸玩 听到缅甸我就警惕了 全家人却都很兴奋 特别是小姑子 带着他这男朋友 满小区的宣传 说自己要出国去玩了 昨天 男人就给我们全家 订好了机票和酒店 今天小姑子又来炫耀了 他的朋友圈都发了八千 早上男人带他去逛街 买了LV的包 浪琴的表 就连八辈子不联系的小学同学 都收到了他的消息 你知道吗 他真的好温柔 我就说晚点结婚 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吧 天哪 你还在家带孩子啊 我老公说 以后我们的孩子保姆带 生一个孩子 他给我一百万呢 他说 这次去东南亚 是因为机票好抢 马尔代类那边订满了 他国庆就带我们去马代 提早订上卡拉维岛的票 卡拉维岛你不知道啊 一个人七八万才能上去呢 没办法 我老公很有钱 不想委屈了我和我爸妈 就像此刻 我得一句 行 那你们一家子去享福吧 仿佛打击到他了 眼里都是对我的仇恨 他跺了跺脚 立马就拨通他男朋友的电话 他当着众人的面 一副撒娇的模样 哈你 把我嫂子的票退了吧 他不去了 别问为什么 山猪吃不来细糠 有些人啊 不知道国外有多美 就只配窝在这小城市里 我也不想听他们继续扯 走进房间休息 晚点的时候 小姑子说 他男朋友会过来 买了五星级餐厅的饭菜端过来 不用做饭 就这 他还在朋友圈发了 马上要跟老公去东南亚完了 他还得天天跟我见面 真是黏人 没过一会 男人来了 确实拎了不少吃的 但是怎么看 都不像五星级餐厅的水平 不用做饭 我也乐得开心 随便吃了点 而小姑子又发了朋友圈 米其林三星大厨做的饭菜足 真好吃 姐妹们有机会 我带你们亲自去吃 真的太棒了 想必有些人一辈子也尝得到吧 我翻了一个白眼 上辈子 我究竟是多眼盲 才想到要阻止他们出国 就现在这个情况 我巴不得他们明天就走 我想了想 上辈子自己的处境 已经嫁人了 没有娘嫁 如果他们去缅甸 真出了事情 以后自己又 是可怜的一个人了 但是死过一次我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 你能靠得住的 永远只有你自己 这么想着 我买了不少贵的化妆品包包 反正这几个人就要离开了 以后我挣的钱就我自己花 只要没有他们 我月入三千 都能过得很滋润 更何况 场子正走向正轨 还有美好的日子在等着我呢 田东明跟他未来媚类 喝完酒以后 他那群狐朋狗友 又邀请他喝酒 所以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 婆婆来敲了我的门 你去把东明接回来 他喝醉了 若是平时 我懒都懒得理 但是我想起 上辈子是公婆打车 去接的他 我也是趁着他们都出门的时候 藏起来的护照 那晚被接回来的田东明 还摔上了腿 说是上出租车的时候摔的 差点去不成缅甸 我可不能让他去不成啊 他必须得去啊 我立马就从床上起来 开车去接他 婆婆看我这么干脆 冷笑了一声 这么听话 是不是想跟我们出国玩 我告诉你 票已经退了 你自己不去的 别到时候后悔 我看了他一眼 出国这件事 我只能助你们一路走好 拿着车要是我快速的离开了家 婆婆在后面 骂骂咧咧 我都懒得理会 来到田东明 他们经常吃宵夜的大排档 我看到了他那群狐朋狗友 正想上前 就听到田东明哭天喊地的声音 你们不懂 我一点也不想娶陈寅弟 我爱的一直是秋芳 高中三年 我追了他三年啊 出了社会 我又追了他十年 可是他身不由己 只能嫁唐剑 现在唐剑死了 秋芳也表明 喜欢我哥 我好想离婚 把秋芳娶回家呀 当年若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怎么会选择陈寅厂啊 现在我有钱了 我成厂长了 我当然能娶秋芳了 我要娶她 给她八十八万的彩礼 风光迎娶她回家 她的狐朋狗友 听得也附和起来 是啊 高中那三年 你给她买早餐 给她洗自行车 我们都看在眼里 可惜了 要不是陈寅弟 也许你和秋芳都在一起了 指不定孩子都有几个了 陈寅弟是个伏地魔呀 我听说她弟弟的房子 都是她给的钱 这种女人 谁娶谁倒霉 可不是吗 反正是我 我不要 秋芳那么好的女人 我们支持你离婚 把她娶回家 我站在大树后 静静地听着 若是上辈子的 我可能就伤心了 倒不是因为爱她 而是因为我的一生 竟然如此荒唐 没被人坚定地选择过 没有人真正地爱过我 就连陈寅弟这个名字 都是为了迎来弟弟而去 有些女人的一生 真的可悲 在娘家为了弟弟 为了哥哥 嫁人了 彩礼一分没拿到 却还被人说是伏地魔 明明男人才是受益者 被骂的却是女人 他们说了很久 直到痛哭流涕 说后悔的田东明 喝晕过去 他们才再次给我打电话 我被故作刚到的样子 跑了过去 路上加了个油 耽误了点时间 他们几个笑眯眯的 喊着嫂子 嫂子辛苦你了 这半夜还出来接我哥 要是我哥 娶到你这么好的衣服 做梦都要笑醒 可不是吗 嫂子又漂亮又能干 有时间也带带你弟妹直播 真娶到营地嫂子 是我东明哥三生修来的福气啊 我看着他们虚假的笑脸 这些人要是去演戏 各个拿奥斯卡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他们这几个东西 都不像东西 他们把田东明送上了车 我就开车离开了 他们面面相去 田东明走了 谁付钱 他媳妇今天怎么不付钱了 我们先AA 明天等田东明醒了 再跟他要钱 好 我带着田东明回到了地下停车场 看着身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他 我拿起了他的手机 打开手机 顶致的联系人并不是我 而是一个叫秋方宝贝的人 我知道秋方的存在 因为小姑子总说 我不如秋方漂亮 不如他温柔 样样不如他 但是我也知道 秋方当初就是嫌田东明 家里穷才不嫁给他的 根本没有什么身不由己 他嫁的男人 是当地首富家的傻儿子 前段时间死了 而首富家 也因为一些是破产了 他就跟田狗田东明聊上了 要不说男人就是贱皮子呢 我跟田东明相亲那会 他也是花言巧语 我不理他 他哄得更起劲 到手以后就不珍惜了 我看着两人的聊天记录 知道这个秋方 也不是个好东西 明知道田东明有老婆 却还是跟他出来约会 甚至今天 他们还一起吃烧烤了 秋方有事先走了 不然田东明也不会让自己来接 聊天记录 暖昧而又恶心 不过让我感兴趣的是 秋方竟然要跟着他们去缅甸玩 秋方宝贝 出国旅游 你那老婆都不去 真是不知道享受啊 东明 他不配去 只有我们老田家承认的儿媳妇 才能去 所以我邀请你了 我立马让我妹夫买票 我们全家都欢迎你 俏皮 秋方宝贝 你真是讨厌 你什么时候离婚吗 东明 五一回来就离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秋方宝贝 真的吗 他不愿意怎么办 东明 他敢 站着田家少奶奶的身份 却不给我田家生个笛子 他要不离 我打断他的腿 秋方宝贝 哇哇 老公好棒 秋方宝贝 哎呦 人家怎么把心里话喊出来了 羞死人了 东明 我好喜欢听你喊我老公啊 用语音喊 他们有勇气聊这些 我都没勇气看完 要不说渣男贱女永远不分开呢 这种所死 在园区里所死 把他的聊天记录都拍下来 还有他给秋方转账这些 也都拍下来 如果他侥幸活着回来 自己也能和他离婚 至少能拿到钱 老天爷呀 信女院献上30斤脂肪 换他们一家去缅甸回不来呀 我把他手机放下 就自己回家睡觉了 就田东明这种死猪 在车里睡的不省人事 若是我把他搬回家 他腿没断 我的腿都得断 所以我干脆让他在车里睡 一夜好梦 第二天 田东明酒醒 就自己上楼了 他问我 怎么让他睡车里了 我说搬不动 他也就没说什么了 倒不是他脾气好 而是他有事要求我 果然 我在刷牙的时候 他从身后抱住我 老婆 厂子里结的钱 你给我5万呗 我想去缅甸 给你买只镯子 你也知道 那边的玉石很出名 你没去 我也不能亏待你 我强忍着恶心 平台那边的结款 明天早上10点才到 我明天打给你 当然要先哄着他了 我真是怕他不去了 好爱你 我老婆 他兴奋的差点跳起来 一会你给我收拾一下 旅游穿的衣服 我去厂子里看看 好 我把衣服装进行李箱 叠得整整齐齐 就像兽衣似的 小姑子咬咬牙 他想说什么 又咽了回去 我都能想到 他肯定要说邱芳的事 我不去 自然有人去等等 他双手还凶 陈盈帝 我觉得你有太过于装逼 我把田东明的护照 放到他的随身包里 生怕他上不了飞机 呵 等五一过后 我就看你哭 他说着就去了客厅 把自己手上的戒指 还有身上的吻痕 都发了朋友圈 佩文被坚定的爱着 是别人羡慕也得不到的 我真想屏蔽他的朋友圈 但是又担心 看不见他是怎么死的 所以只能忍着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都在厂里忙碌着 傍晚才回家 而他们一家人都睡下了 我坐在客厅 抱着抱枕笑出声 真好 我就要自由了 第二天一早 他们就出发了 我把几人送到门口 小姑子的男朋友阿强 还问我为什么不去 嫂子 你要是想去 我也可以让我朋友 给我买票 你一个人在家太孤独了 一起去玩呗 衣食卫行我都高了 你不用心疼钱 不用了 我笑得很单纯 你也知道 五一厂子里挺忙的 能卖点就卖点 不然货积压了就亏大了 嫂子 他还想劝我 阿强 你别管他 他就没那个命 这种人一辈子就这点眼光了 是啊 他还说 缅甸不安全 目光短浅 他们国家又没打仗 又没强盗 哪来的不安全 别叫他了 我们赶紧走吧 一会赶不上飞机了 阿强听到他们的话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让我有些心惊 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似的 他随后一笑 嫂子 那我们就先走了 他头也不回得上了车 驱车快速离开 我看着他们的车远去 嘴角露出笑容 但是想到阿强的眼神 我心里也有了一个打算 此刻的车上 小姑子坐在副驾驶 看着这漂亮的车 我们去接秋芳姐 她就在青年路口等着我们 好 阿强开车拐了个弯 朝着青年路而去 他们一家人 其乐融融 秋芳上车的时候 还有些不好意思 打扰田叔你们一家了 秋芳啊 你们跟我们出国旅游 沈子高兴 都还来不及呢 是啊 叔也高兴 你这些年委屈了 秋芳姐 这是阿强给你的礼物 来 带上 只有我嫂子才有的东西哦 小姑子吐吐舌头 秋芳脸色红了 结果那个金镯子 谢谢阿强 长得这么帅 还这么体贴 他打量着阿强 心有些飘忽 小姑子又发了朋友圈 拍了车标和一家人 林肯家常接送 出发咯 终于成为了 我想成为的人 能带父母出国旅游 这就是我努力的目的 一切都值得 秋芳也知道自己 不适合出镜 躲在后面 到了机场 阿强给众人取了票 就让他们去安检 我肚子疼 先去上个厕所 你们去登机口等我 好 几人便拿着护照机票 去过海关和安检了 在海关前 小姑子拿出手机拍照 发朋友圈 出国了出国了 跟妈妈合影 看看我的大金镯子 好漂亮 图片 图片 刚发了朋友圈 就被警察拦住了 他皱着眉头 海关口不能拍照 请你删除一下 小姑子去看了他一眼 打让着他 冷哼了一声 有什么不能拍的 不就是这么个小地方吗 警察脸色一沉 你甚是间谍 不配合的话 我们到警察局去谈 小姑子一听去警局 本来他是不怕的 毕竟男朋友有钱有势 但是想到会耽误出国 他还是删除了 跟他妈吐槽着 哼 等我有钱 他只能横横地去过海关了 阿强等他们离开以后 拨通了一个电话 声音变得非常温柔 宝宝 我已经在机场了 你们到哪了 他转头去接另外的女孩子 在门口跟他拥抱 还有他的一些姐妹和家人 没办法 太忙了 没法去接你 辛苦你了宝宝 阿强摸着他的头发 旁边的女生无嘴偷笑 而被他摸头发的女生红了脸 没事 我知道你日理万机 走吧 登机去 宝宝 我一会坐在头等舱 我可能没法陪你 就拜托你们 照顾好我的小笨蛋了 他说着 从兜里掏出了金镯子 每个人一个 哇 众女生接过 一脸羡慕地看着自己的姐妹 你老公也太贴心了 这也太贵重了 女生交易 捶了一下阿强的胸口 脸色涂红 不许叫人家小笨蛋 好好好 我的小聪明蛋 哈哈 赶紧去取票过安检过海关 我先去上个厕所 今天从公司赶过来 忙得都没时间上厕所 好 女生恋恋不舍地看着他 阿强对他飞了个吻 就走进了洗手间 片刻再出来 又去接了其他人 最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我已经打点好了 目标手上都装有定位 别出任何差错 是 阿强看了看时间 也去登机了 这是他忙活了几个月的成果 必须亲自送到老大面前才行 有几个质量不错的 值不少钱呢 他嘴角微扬 可惜了那个陈吟帝 看起来那么健康 器官肯定很优秀 看看下次有没有机会 回到场里的 我看到了小姑子秒山的朋友圈 海关都敢乱拍 真是无法无天 这地方不是显示 不让拍照吗 真是个炫耀精 我一边整理发货单 一边刷新着他的朋友圈 再登机口了拍拍拍 哎呦 我的座位在第三排 第一排的先上了 可惜没抢到头等舱 我老公说 下次给我买头等舱 外面的飞机起飞了 见惯不怪了 上飞机了 拍拍拍 人好多呀 全是去缅甸旅游的 到底是谁说缅甸不安全啊 头发长见识短 马上要起飞了 助我一路顺风 下飞机了再聊咯 拜拜 而与此同时 我那万年不发朋友圈的丈夫 也发了一条天上星 眼中月 不如身边人 还配了一个图片 是他牵了一双漂亮的手 不少人评论 哎呦 又幸福了哥 哇 跟嫂子出去旅游了 算是补上蜜月了 真不错 好羡慕你们啊 开的厂子怎么样 有搞头带我一起啊 哥 我笑笑 他其实是屏蔽我的 但是昨天 我用他的手机把我移除 不让他看列表了 看他们真的起飞 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 专心忙厂子里的事 除了服装厂 我还想开个皮包厂 女人的衣服和包 永远不会嫌多 当机立断 我就制定了计划 开直播的时候 我推了几款有伤的包 效果还不错 因为我知道 未来会怎么发展 所以我先一步抢占先机 有几个小网红 现在还积极无名 但是过不了多久 他们拍的网剧就上新了 顿时一炮而红 所以我抓住这个机会 联系了他们 让他们带货 对于还没火的他们来说 赚这点钱也不嫌多 整个五一假期 我跑遍C城 找到了新的厂子 一股脑地把服装厂 赚到的钱投进去 其实我是个很抠门的人 把自己攒了这么多年的钱 一下子投资进去 还是有些设不得 若是上辈子的我 肯定没这个胆子 但是还好我已经不是上辈子了 五一的五天假期 我联系朋友 动用财力物力 把厂子的证都办理齐全 甚至我把现在住的房子都抵押了 贷款 开场 直播 讨材料 找设计 我全部亲力亲为 这种活着并且自由的感觉太美好了 小姑子还是天天发朋友圈 但是从起飞后的那条朋友圈开始 我觉得后来的朋友圈都有些不正常 澳洲龙虾 香喷喷 乌明明 爱吃 图片有他的朋友 在下面留言 网图也发 真吃着梅啊 我确实清楚 这已经不是他了 是园区的人用他们的手机发的 不然真是他 早就打电话让我给钱了 毕竟答应还填东明的钱 我现在都没给呢 他却没要 只是隔两天发一个朋友圈 发自己堵食的照片 他蹲在石头旁 笑容虚假 还有公公婆婆 从来只发跳广场舞的婆婆 发了一张拍摄的特别漂亮的海景 公公发的是几个大榴莲 这些东西我很清楚 上辈子被关在园区的人也经历过这些 他们有些人都死了三个月 朋友圈依旧是阳光明媚 想起阿强临走时怀疑的眼神 我请了一个保镖 毕竟除了防他 我还要防着我那毒鬼父亲和吸血鬼弟弟 因为跟田东明还没离婚 我也不能找个男保镖 所以我找了一个女保镖 我来到安保公司的时候 他正被拒绝 我听到招聘的人说 我们不招女的 女的没什么用 只适合在家生孩子 那适合这些打打杂杂的工作呀 我们这里都是专业的 女保镖听着这话 一个抬手就把他撂倒在地 这时候上来了好几个男人 都被他打趴下了 我验了验拓沫 瞬间就爱上了这个姐妹 他冷淡的说了一句 此处不留也 自有留也处 不知道为什么 如此中二的台词 让他说出来非常有威慑力 这时候安慰保镖公司的负责人出现了 让他留下来 说他伸手可以 他却拒绝了 其实女人的 公司没什么好待的 你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还真是令人失望 他走了以后 我赶紧追了上去 却看到他坐在花坛上叹息 发现我以后 他又露出一脸冷漠 姐妹 我正在找保镖 你可以来我这里吗 实习期工资一万 交五显一金 我看他这头干练的短发 一身黑色的运动服 真的帅到我心里了 他愣了一下站起身 好 谢谢你 我带他回厂里签了合约 合同的话等 实习期过了再签 他也跟我说了他的情况 他叫秦昭 是退伍的特种兵 但是因为腰部中过枪 只能退下来了 他没什么擅长的 就想当保镖 但是家里母亲身体不好 他不能在家里待着 不太擅长社交 就做不了销售服务员之类的工作 他说腿伤已经好了 但是要回队里不可能了 我听着很心疼他 但是同时也高兴 自己捡到了宝 我也把自己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 去缅甸半个月了 还没回来 他很惊讶 你不担心吗 我摇摇头 不担心啊 你看他还给我发消息呢 说是那边的玉超级便宜 给我买了镯子 行招有些无奈 你的心也太大了 那边的情况我很清楚 他们肯定是被骗到园区里去了 这辈子都被想出来了 而且他沉默了两秒 有些担忧的看着我 警方跨国办案很麻烦 就算报警很难救出来 我扯出一抹虚弱的笑 不 不会吧 他皱着眉头 我让我朋友查查他们的出境情况 好 行招这一查就一个月过去了 我的产品爆火 好几个国风包包和衣服 卖了十几万单 我找了好几个厂子 合作生产 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已经赚到了 我上辈子只能仰望的钱 我一心扑在厂子里 优化设计 把控制量 靠着上辈子的记忆 把热点牢牢抓住 情招也过了一个月的实习期 我给他把工资涨到三万 但是要求他 最近都跟我住在一起 因为我知道 山羽欲来风满楼 我在网络上爆火 粉丝破了八十万 产品也卖了百万 网络热度就是这样 能让你瞬间起飞 也能让你跌入谷底 所以有这个机会 我天天直播 也就引起了我父亲的关注 他又赌输了 打电话找我发现 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也堵上了我 逃了大半个月 在我去厂里的必经之路上 还是被他们找到了 有情招在 我倒是不怎么害怕他们 但是他们真的很烦 有钱了 连爹都不要了 你这个狗娘养的小奸行号 他对着我就是一通怒吼 骂得很难听 还好我早就习惯了 但是情招听不得这些 他跳上去就给了他一拳 牙齿都被打掉了 哎呦 打人了 这时候后妈大哭起来撒泼 朝着我扑了过来 情招又给了他一脚 我那弟弟健壮 就想打秦招 被他一拳打晕 秦招揉了揉手看向我 眨着纯洁的大眼睛 走吧 这里没有监控 我们两个弱女子 也打不过他们 我上了车 他开着车 我们扬长而去 后来 他们确实报警了 我们装得很无辜 警察没证据 也只能作罢 他们这下学乖了 不敢直接来找我了 就这样 我过了一段时间的安生日子 直到警察找到我 我们在边境找到了两具尸体 经过BNA比对 是你的公公婆婆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差点晕过去 是秦招扶住了我 我在警察局 交代了我所知道的一切 我让他们别去别去 他们却打了我一顿 说是去国外想扶的 我拉都拉不住啊 要不是厂子五一节生意好 我都去了 秦招给我擦拭着眼泪 问警察 有没有找到田东明 和田小美的下落 警察摇摇头 还在查 跨国找人不容易 而且那边很乱 我们的人派过去也受了伤 旁边有个女警叹息道 我们天天科普 却没人相信 看来得加大力度了 我跟秦招回到家里 他有些担心我 还给我煮了安神茶 在他的守护下 我一叫到天亮 我继续忙活厂子里的事 直到警察再次找到我 说我田东明确认死亡了 我看着三张证明 还是有些恍惚 这棉北真的去不得呀 说实话 我以为他们不会死这么快 可能还有机会活着回来 再或者 那个阿强并不是坏人 可惜 没有可能 陆陆续续警察让我去认领 有不少年轻的女子遇害 但是 其中都没有我小姑子 他的朋友圈 依旧每天炫耀着经营首饰 直到半年后 警察找到了我 说我小姑子就回来了 但是可能快不行了 我去医院看到了他 他全身插着管子 看到我来 他激动地看着我 嫂子 从他微弱的气息中 我听到了这两个字 这是他第一次叫我嫂子 嫁到他家一年多 认识他两年了 第一次有尊敬的称呼 他眼泪从眼角滑落 我该听你的 我们不应该去缅北的 我没有丝毫同情 因为上辈子 他把我送到那边的时候 是明知道那地方有多可怕的 这么多电影纪录片科普了 但是 他们想让我死 这辈子我也阻止过 可是他们不听 还想打我骂我 甚至已经在计划要解决我 我只能任由事情发展 改变不了什么 也许这就是他们每个人 本该走的命运 他朝我伸出手 对不起 对不起 他突然又露出了笑容 嫂子 我好孤单 你会来陪我的对吗 他说完 我就听见滴滴滴的声音 他已经停止了心跳 警察和医生进来 也表示遗憾 说他的肾被摘了 还有染上了病 就不回来的 我和秦昭回到了家 我不懂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知道 他压根没有愧疚之意 可能他还在后悔 为什么当初没有把我一起带着去棉被 他一直见不得我好 我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哪得罪了这个小姑子 晚上 我睡得迷迷糊糊 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上一世 自己被他们一家子关起来 你不过是个高中都没毕业的 能赚钱 都是儿子的功劳 陈盈帝 我们离婚吧 你配不上我 我喜欢秋芳 我要跟他结婚 别跟他废话了 咱们厂子需要钱 把他送过去有一大笔钱呢 人家说他这身体结实 我苦苦哀求 他们却面容猙獰 在挣扎中 我醒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房间 田东明的东西都被我处理了 这里只剩下我自己了 这种感觉让我脱离了世袭 全身轻松 这时 我听到外面传来打斗的声音 甚至还有枪声 我胆颤心惊 打开门缝 看着外面的情况 秦昭他没事吧 可不能因为我他又受伤了 砰的一枪 我吓得叫出声 小招 嗯 姐 我没事 这时 灯打开了 只见地上有个人被五花大绑 而他的腿还在流血 我赶紧跑到秦昭面前 看他没受伤 我才松了一口气 而他已经报警了 就这种货色 我出任务的时候 一个可以打十个 姐你不用担心 他看我脸色苍白 伸手抱了抱我 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把他当成亲妹妹似的对待 而秦昭也对我很好 每次我那个弟弟想欺负我 都会的话他打跑 甚至父亲和继母在网上抹黑我 也是秦昭找他师姐帮我解决的 我的场子没受任何影响 看着地上被五花大绑的阿强 他正痛哭着 威胁道 放开我 你知道你们是与谁为故吗 秦昭脚踩在他伤口上 屈高临下的看着他 小别三 搞清楚 这里是在华夏 不是你那弹丸之地 啊 他还没叫出声 秦昭往他嘴里塞了一块抹布 还用胶带粘起来 大晚上的 别扰民 警察来的时候 把秦昭和我一起带走了 在警局 秦昭也说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对于他精准的枪法 警察只能佩服 从犯罪分子手里夺枪 这也太厉害了 对我们进行一番盘问后 我也说了 我认识阿强的经过 女警官不由得唏嘘 这些犯罪分子真是 他也吐槽不了什么了 因为那些女子是自愿离开 的 就连海关都拦不下 但是想回来就难了 阿强也交代了 说自己骗走过多少人 是他们自己好骗 一句 这里是缅甸北部 我生长的地方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娇贵的小公主 就可以骗走几百个 你们把人骗过去干什么 警察脸色严肃 一个人的身上 全是财富 他笑得猙獰 你们杜绝不了的 因为只要有贪婪的心 就会不停地自身我这样的人 警察记录着 抬头看他 好好回答 你们是不是给每个人 都戴上了金拙 方便辨认 他点点头 是啊 每个人都愿意戴上他 没有人会拒绝 后面警察不知道怎么查的 就出来了不少人 那一段时间我总是做噩梦 那一条黑暗的道路 不过还好 每次我醒来 秦昭都在我身边 因为我总做噩梦 所以我买的新房子里 同一个房间放了两张床 他一直在陪着我 父亲因为被抓堵进了监狱 而那个弟弟 也因为把人被抓 继母变卖房产熟他 却被骗得人才两空 田东明那些狐朋狗友 听说他死了 统统都跟他断绝了来往 都没再来找过我 听说有不少穷困潦倒 有不少家破人亡 而我的事业蒸蒸日上 粉丝已经突破300万 我每天直播带货 用各种有趣的方式 跟粉丝互动 直到年北那些骗术 被大肆宣传 很多人不再上当 而我家的事 也被用来当例子 我从不在直播间提起他们 我还是那个坚强的女强人 我开始开场子 卖女性用品 保证质量 也保证不亏本 我想让很多女生 都用的起卫生巾 以前的我 都是用纸巾 因为家里的钱 都是给弟弟花的 女孩子凑合一下就好了 我也把名字改了 我改为陈盈春 迎接属于我的 春天 某一天 我应酬喝了不少酒 秦昭把我背回了家 皎洁的月光 撒在我们身上 我迷迷糊糊间 听到了她的话 这一事 我就到你了 真好 我恍惚了一下 做梦梦到前世 死了以后的事 有人找到了我的尸体 发现我器官都没了 在场的很多人都沉默了 发现我的那个女孩子 很伤心 他们端了园区 而那个女孩子 腰部受了伤 梦就此结束 我在秦昭背上 露出了笑容 原来我也能被人坚定的选择呀 秦昭翻外 我叫秦昭 上辈子 组织接了个案子 让我认识了一个人 组织说 他是被拐卖的 让我们把他救出来 他传递了很多园区的消息出来 也救过我的几个兄弟 我认识他 但是没见过他 我了解了他的命运 从他出生到死 我不懂一个人 为什么能这么惨 他以为的救赎 却把他推向更深的深渊 我有点心疼 直到他把园区里 最后一个卧底安全带出来 他被发现了 在找到他时 他没了生机 命运在他身上刻上斑驳 那么令人心疼 我没救到他 成了我心中的刺 这么多次任务 我没失败过 而救他我却失败了 我师徒问老天 难道杂草一样的普通人 就不配活着吗 就得命运多结吗 端了整个园区的那天 我受伤了 伤在腰间 被迫退出了任务 后来 我离开了队里 查到了黑暗产业链的人 把那些人都抓了 包括那个叫陈英帝的丈夫 他们被法律制裁 后来 我在一次潜伏中被害 再次醒来 我发现我重生了 但是 他没事 他笑眯眯的跟我说 把我的工资涨到五万 他要跟我睡一个房间 我答应了 因为这辈子 我想保护好他 他的故事我知道 他的心酸我了解 他必未来 一片光明 全文完